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金蓉茗 今天想介紹我個堂姐姐 金寶傑女士 金寶傑女士其實是一個書法家 而她為人處事 我覺得全部都是很優雅 她的哥哥金寶傑 是一個很出名的編劇 編曲界的名人 而她的四哥是金寶傑 是一個詩王 那時候是呂琦唱的曲 都是她負責的 我希望年輕人 會聽一下寶傑姐的故事 就能啟發到 其實你們現在生活在香港的時候 不是沒有工作的 是很多工作的 還有一個東西 讓你知道上一代 他們所經歷過的生活是怎樣的 不是全部都是很優雅 也不是全部都是很不舒服的 是有很不舒服的 又有很加拿大 又有很拼搏的時候 所以希望你們就聽一下寶傑姐的 說給你聽那些很精彩的故事 其實其實就是很多東西 我們都沒有聽過的 那今天呢 Margaret就是來到這裡了 很高興你來到這裡 那就和寶傑姐聊天 是的 Margaret 你和寶傑姐開始吧 是的 是的 寶傑姐你好 那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 你好像是從廣州開始 是的 那情況是怎樣的 我呢 我今年81歲了 那我是1941年出生的 那我是出生於廣州市 就是我們家裡細居廣州 那可以說呢 我是西關小姐來的 其實 那我在家裡排行第九 那我是出生於一個 生長於一個古老家庭 那我出生的時候 其實家裡已經是破落的了 因為是在日本仔時代 那我是41年又未曾和平 日本仔又未曾走 但是已經平定了 那家裡那些人呢 我媽呢 就是走爛完畢 又回到廣州的 那我媽呢 其實很奢侈的 她帶著七個工人 還有帶著我未出生的 我未出生的 那又帶著七個工人 還有我爸爸 我媽呢 我外婆呢 外婆那些媳婦 那些舅母也帶著 還有呢 我們八兄弟姐妹 就是我第九未出生 那是 1月3、4、5、6、7、8 那跟著我媽 所以就要帶著七個工人 去走爛呢 就去碧江 那時候就住在蘇家大園 那我當時呢 我媽頂頭那三個兒子 大哥、三哥、四哥 那他們是十幾二十歲 哇 蘇家大園有很多大姑娘 那些大小姐 那看到我媽這樣的陣容 去走爛 那我以為我們家 真是有錢到不得了 那就很轟動蘇家大園 那些小姐們 個個呢 都想和我的哥哥 做朋友 認識見也好 又英俊 又英俊 又家小 那就是你看那個陣容 這麼宏偉 這樣 那所以呢 就是很震撼蘇家大園 那 但是呢 在那裏呢 我大哥呢 都認識了那位四小姐 叫 姓蘇的 是 我不知方不方便 說人家的名字 現在已經作古了 是 現在已經作古了 是 這樣 那 蘇家這位四小姐 蘇家呢 和我大哥呢 曾經是 山盟海誓的 嗯 那 但是呢 就是 這段 恩緣是不成功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呢 這個 日本仔 是未曾走 但是我們走爛完畢的時候呢 我大哥呢 就是 就是 再有地方去 在內地 是有事要做的 那是分開了的 分開了 但是啊 蘇小姐 就寫過一封信 就是和我大哥 有時候有些書信來往 這麼巧 就是他們已經是談婚論嫁的時候呢 就是 那是 有了一封信寄來給我大哥 但是因為 被那些雨打濕了 那 就 掉了一封信出來的 那 就是 那 那些工人 當然是交給我老爸 啊 這封信 這封信 就很拿命了 因為呢 這個 蘇家四小姐呢 是很有工心計 那封信呢 就跟我大哥說 他說 我來你們做大 你們做大少奶 他說 你們家裡 這麼多兄弟姊妹 我好像都沒有什麼地位 哦 我要拿鎖匙 我要當家 這樣 那 就 其他的那些 不用說了 最緊要這兩句 那我老爸 就是 當然不行啦 是嗎 當然 這樣 這個女孩子十七八歲 又未曾過門 已經想好這些事情 你過了門啦 那 大哥底下 那幾個兄弟姊妹 還有定期的 其實那時候當家 是我媽 我媽都沒有權當家 搞件 有件這樣的事 於是我老爸 當然是極力反對 那 說到後事 是我讀初中的那個年代 那我有一天呢 就幫我 因為我大哥已經 下來香港了 那我幫我大哥呢 就整理書房 因為有很多 就是有些問題呢 很多文字上的東西 我媽就是叫我 不如不要留了 聽著有些什麼麻煩 那所以呢 我就和我大哥 整理書房 那我就平生第一次發現 有些 有些 有一個 有一個 很浪漫的 有一張明信片 就是阿蘇 這個不是蘇小姐 寫給我大哥的 那樣呢 就淡綠色的 底色 就有兩條 洋柳 是這樣飄下來的 然後呢 有兩條燕子 在一邊 那他呢 就很捐秀的 小解 他就寫 一首詞 就是 馮玄智的 長命女 這一首詞 他是春日燕 六 就一杯 歌一片 再拜陳三縣 一月狼君千歲 願妾身常見 三縣如同梁常宴 歲歲長相見 這首詞多漂亮 多感人 那我看到這首詞 哇 有些這麼優雅的詞 我就 這件事呢 我不會消毀它 我保留 一直都保留著在這裏 因為它的字又寫得漂亮 這首詞又漂亮 那我呢 對於詞詞 亦都是很敏感的人 我就由那時候開始 那一刻開始 讀完這首詞 我一路記得 記到現在 今時 今時今日 他自己作的嗎 那是重言字 很有名的 是詞人 是宋朝的詞人 那樣 那這個是 關於大哥的故事 大哥的 大哥很多羅萬史的 很多羅萬史的都 大哥做什麼 大哥呢 他就是讀文科的 讀文科 文人多大話 當然很多作品 他又寫小說 他有一套小說叫做《萬花如錦》 《萬花如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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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誰電台 那我大哥呢 就講一些文藝的東西 文青的戀愛故事 那你我呢 就是講那些市井那些 那所以呢 那你我作非常受歡迎 那大哥呢 是啊 大哥近夢平呢 他的作品呢 就是受那些中學生的歡迎 因為那些中學生 對於戀愛是很大的憧憬的嘛 那大哥就專寫這些的 那但是呢 就是廣大的市民之中呢 當然市井就多過文青的嘛 那所以呢 那你我呢 一路都來到香港都風生水起啦 那大哥呢 就來到香港呢 就是幫啊 方艷勳 就寫過這個 這個 情大嫂啊 還有 不記得了 寫過三出大戲 但是大哥是不好命的 生不逢時 就是因為 方艷勳好命那頭 方艷勳結婚 他跟那位醫生結婚 那結婚之後他不做了 他離開了粵劇這行 那他呢 他呢 也都沒有 其實啊 方艷勳很欣賞啊 近夢亭 但是呢 因為他沒有向人介紹 自己的幸福到滿捨 就是不會說向一些業界 來到介紹近夢亭怎樣 所以近夢亭呢 就這個編劇的生涯呢 就是在那裡停止了 但是他有沒有入了電視台 不是 他入了麗的呼聲 但是就好像都不 是做這些寫作之類的東西 或者對稿 或者什麼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職位 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不是 但是我聽回來 在麗的 人們真的當他補的 就是他很有文采 他有文采 他作曲真是很好 他跟現在說的就不是蘇小姐了 第二個姓何的那個更厲害 他跟姓何小姐 即是繼蘇小姐之後 也是熱戀的一個時期 但是呢 都是分開了 他就為何小姐作過一首曲 叫做一段憂情 很漂亮的 寫得很好 那就 百閒可以唱給你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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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 他自己做的事他认为吹起来才适合他心脆 其实是这样 但是我老爸死了之后 我四哥其实不是做这一行的 他在一个我老爸的朋友那里 就是下来香港 在我老爸的朋友那里 就是那位何梓郑先生 他是开颜尿行的 他在个颜尿行帮忙做化验 一做就做了 由1946年我老爸死了 就做到六多年 做到那间颜尿行就倒闭了 他就不做了 不做当时是没有东西做的 但是有人就很欣赏 因为我四哥 他在那间颜尿行做伙计的时候 他也有空吹吹吹吹吹吹吹 唱吹月曲 是这样的 那么多时候 那么巧有人就觉得他也挺好的 就介绍他 就跟张英和吕琪 张活游那些是做幕后代唱 所以他有很多歌 都是替他们幕后代唱的 是四哥近永堂唱的 到最后 泽国仙 原来四哥 他唱泽康又有一首的 没有人够他唱到刺到那么紧要 但是他们发现 那些人发现打开那些碟 完全是以前那些收音的不好 那些碟是坏了 走音的 那后就要和泽国仙 直接是重唱一次 因为那些碟无碍 其实以后那些 你现在在街上买到的那些碟 唱得好的那些 没有花 没有坏的那些 其实就是近永堂唱的 你不说不知了 所以有时候这个节目有一个好处 我不是一定要访问你 我是访问坊间的人 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对吗 而他的故事 是真的令我们以由都出埋 完全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对吗 我们也不会想象到 上一代可以这么幽默 就像你看那些 真是 怎么会这么幽默 因为以前那些人 原来真的讲这些故事 对吗 对啊 对啊 真的很难得 有机会可以听到 这个这么精彩的故事 对啊 关注 我很高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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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Drug